我们讲过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为什么人会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到底了解别人比较容易 还是了解自己比较容易 其实了解别人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你旁观者清 一个人要了解自己是相当困难 因为当局则迷 你看我们替别人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经常比较有把握 可是面临到自己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犹豫不定 人为什么那么不容易了解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说 外面的才是真实的 其实我们还有里面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望外长 所以我们只看到外面的东西 我们不太了解 所以我希望各位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你把眼睛看到你里面 去看看你里面到底是怎么起变化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们早上起来 一开始就做出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一起来一看几点了 啪一下就爬起来 你是迟早时已心脏病 所以人会有心脏病也是自己的选择 你急什么呢 你应该想一想你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着的 各位我们昨天晚上怎么睡着的 我们是睁大眼睛 然后五虎六丈都睡着了 才把眼睛闭起来 哪有这种人 我们是先把眼睛闭起来 五虎六丈还在动 然后慢慢慢慢他们才安定下来 才睡着了 所以你就很清楚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要倒过来走 你要先把五虎六丈都唤醒了 你眼睛才可以张开 这样才对 现在没有 眼睛一张开 不管胃还在睡觉 这个皮还在睡觉 管他的 就弄了他 没有办法适应 那不病才怪 我们没有去了解 我们的五虎六丈 他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们没有 你看 他肠 什么时候 蠕动的 最快 那就是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 当他 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不理会他 大肠就出毛病了 睡觉前 最好 胃不要太多东西 可是我们偏偏要吃宵夜 搞得 你人是睡着了 胃还不能休息 那你不问 你才怪 我想我们 很清楚的 所有的病 都是你自己选择来的 而不是说 怎么找我麻烦 我们都觉得 他在找你麻烦 这是你在找他的麻烦 我们讲过 一种名词 叫做内观 观就是看的意思 内观就是 看看你自己 内部的活动 一个人情绪不安宁 其实跟五虎六丈的情况 有密切的关系 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 人家跟你讲话 你大概没有什么耐心 你就比较容易发脾气 所以很忙很忙的人 他一定要准备一点小点心 实在太饿了 没问题 但是事情又摆在那里 非出力不可 你就顺手 吃一点小点心 你就使里面的状况 不会给你太多的刺激 这样就对了 我们说清楚一点 一般人只看到外面的变化 没有注意到里面的改变 但是真正的情绪 他除了外在的 除了内在的 他还有一个中间的东西 这个中间的东西 更是我们平常没有去注意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要练习 去了解你真正的情绪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一般人在这方面 都没有花很多的工夫 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暂停 就是暂停 暂停 你才能够把注意力拉回来 当一个人老是随着 那个环境而变化的时候 环境就可以决定一切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过 环境决定论 就是你没有自主性 你完全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在那里团团团团团 那你还有什么价值 现在我们开始要把你的注意力 从外界的环境 把它拉回来 然后看看自己 你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叫什么 叫感觉 这个叫体会 这个叫关照 感觉什么 感觉你内心的活动 我们常常感觉到说 灵命一句话 只要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它就变坏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同样一句话 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好话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它就变坏话 你看 你去问你的主管 这事情要怎么办 他说你自己看得办好了 我叫你的感觉怎么样 当一个主管告诉你 你自己看得办好了 你有几种反应 一种是受到信任 很喜悦 然后真的可以放心去办 一种不是 一种受到严重的威胁 你看着办 你有本事吗 你有本事才怪的 你会想到那边去 然后你就开始抱怨 你看我好意请示他 他都这样对我不礼貌 嘴巴讲得好听 要我看着办 到时候他不是我倒霉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选择 然后你就开始用不同的态度 来因应这个问题 同样一句话 你自己看得办好了 你会有很多的判断 你有很多的选择 那你要怎么办 你必须要告诉自己 说我们过分的重视 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 因为它是外在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催毛求疵 为什么我们很喜欢断章取义 为什么我们很喜欢主观的 武断的去判断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教育 过分强调智能的发展 你看现在的小孩子 以后更没有心思了 他完全没有心思 我不晓得大家是觉得 现在的小孩子很幸运 还是很不幸 我不晓得 当一个人接受太多 外来的信息的时候 他内在的活动是会降低的 你看他的答案都是来自电视 都是来自外面 他自己不会去想象 他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我们以前很必塞 外界资讯都没有 老人我到高中毕业 我们家连收音机都没有 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视机 但是我们家连起码的收音机都没有 因为外来的刺激很少 所以我们内在的创造就变很多 现在小孩真的很可怜 他什么东西 他根本不要想 他一定有答案 他一有的答案 他就接受 他就永远变成这个奴隶 他不能自主 懂得太多答案的人 他没有自主 他没有创造力 这点各位要小心 所以为什么读书 读太多的人 他 恍而没有办法去创一个事业 你看所有大老板都是说 我没有读什么书 我就跟他讲 就是因为你没有读书 你才有今天 要不然你就变干部 这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天下是有利比有弊 有好就有坏 他不可能 全部都是你把好处拿掉 不可能 我们的教育 太强调智能的发展 你有没有知识 你考不考得及格 你有没有能力 要不要按照规定的办法去做 所以使得我们这种情绪的感受力 发展得很缓慢 你看那些没有读什么书的人 他都很能够反映外界 他都能够应对进退 恰到好处 反而那些读书读很多的 你发现他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他都是呆呆的 他都是莫名其妙的 那你糟糕不糟糕 有知识而没有尝试 这是很可怜 但学校只教你知识 他不太教你尝试 他不教你尝试 我们生活大部分是靠尝试 只有专业才需要知识 因此我们的情绪 就变成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 你自己越来越没有把握 很困惑 然后老怪环境 老对当前不满 我想我这七十年来 我是看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发现有一种人最可怜 就是到哪里就不满意那里 然后就批评 就反叛 那你是干什么 但是我也尊重他 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理性完全被我们的情绪 所淹没掉 所以越来越冲动 你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要骂 动不动就要打 动不动就要抗议 就是他稳定不了自己 你很多事情先了解 再重常记忆 然后做出合理的反应 这不是很好吗 没有 冲动 速逐武力 然后呢 大声 好像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开始要练习 去体会内在的感觉 当你肩膀很紧张的时候 当你喉咙突然间收缩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脑筋很混乱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心情很恶劣 对事情很失望的时候 你这种感觉是哪里来的 你自己要去了解了解 这样以后啊 你慢慢会了解自己 当你全身肚脂 鸡皮疙瘩的时候你知道 问题来了 就是因为外界的环境 食果不是阴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调整我自己 我就告诉你 这个没有意思 不要这样反应 它自然就消失 你要先去控制 你可以控制的部分 你不要老把你的焦点 放在不可控制的部分 这样就对了 你看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有风险性 你要觉悟风险性 你是不可控制的 才叫风险性 你先把可以控制的部分 先控制好 当你感觉到肩膀很硬 脖子很硬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我情绪不安宁 我反应不正确 所以我就开始放松它 我就开始动一动 你这么一来 你的心情就改变了 我们要透过自己 透过自己的什么 透过自己的五官 去找出我主观的感受 我还要请各位了解 我们每一种情绪 都会连带着某一种 生理反应都会 无缘无故 肚子很饿 无缘无故 口很渴 无缘无故 想做什么 他都在警告你 你的生理现象 已经不适应了 紧接出来你的情绪 就要有反应 你看当一个人 无缘无故 把这个手指的很紧的时候 就表示他要发脾气 他要打 不是拍桌子就打人了 这时候你先把这个松掉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现在不管他 他压得紧你又没有注意到 等他打出去才后悔 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好像打人 固然很遗憾 打东西 结果你要成熟 我是看过很多人 甩自己的眼镜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不是你买的吗 你甩我的还仅有可原 甩你自己眼镜 还有把自己干皮拿出来甩 还有一看就把这个电视机 打破了 然后再去买一个 这不很无聊 他就是不了解自己 当一个人手越优越紧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他 你干嘛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他就松掉了 松掉枪打也没有力气 我想我讲得很清楚 你的生理反应 是在对你提出一个警告 说你脑毛病要犯了 他是好意的 他是善意的 他是提醒你 你就开始重视他 你就开始去改变他 然后你的心情就会跟着改变 就会跟着改变 你看口很渴的时候 你先不急的做什么事情 先找水喝一喝 你的情绪就稳定下来 你不急嘛 你急干什么 不急于一时 并不是懒惰 不是懒惰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当你身体有什么 生理上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表示你的情绪 开始接着来 要有变化 我们接下去要知道 外在的 看得见的 跟内在的 看不见的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 它是在中间的 你所看 所闻 所接触的 五官 所接触的 都叫外在的 你的身体变化 那都是内在的 还有一种 是什么 就是你的信息 的解读 那就是中间的 这是一般人 不去注意的事情 我们把这个 说清楚一点 一个学生 考完以后 他会去想 考不好怎么办 你看 这个也不是外在的 也不是内在的 都不是 有一次 我去透视 因为身体检查 要透视 然后他 就放在这里 照我的肠胃 那个照的人 问我一句话 你早上吃什么 他问我一句话 你早上吃什么 我就告诉他 我早上 吃一个蛋 吃一个油条 吃一杯 豆浆 然后他就不说话 我外在的 只是他照我 照完 结束了 我内在的 只感觉到 我心里很不安定 我中间的 就出现了 他为什么这样问 是不是看到 什么不对劲的 这是我第三个 终点的选择 我幸好有熟人 我就打电话 去问他 你问问他 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 各位 我为什么不能接近问他 我直接问过他的 怎么没有 他给我照 你早上吃什么 我说吃什么吃什么 他就不说话了 照完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问这句话 他怎么问他 他说没有 那没有就是更严重 没有 这都是第三的 西方人认为没有就是没有 中文一听到没有 这样很严重 讲都不敢讲 那更可怕 一定看到什么不对 所以我就打电话 问那医院的院长 我说你给我问问看 他为什么进去 答案来以后 我就放心 他说真的没有 只是我要刺激 你的肠胃的动 所以我再问你 你早上是猫 你一回答 肠胃就动 我就照得很清楚 我说你吓死人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就是第三的 中间的东西 人很喜欢动脑筋 想东想西 那个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无缘无故的会怀疑 无缘无故的会产生恐惧感 无缘无故的会产生很多 很卑鄙 很可怕 很可耻的念头 会不会 那个就叫做天人交战 我常常问很多人说 你看到路上 有一张一百块美金 你会怎么样 反正跟我讲 我就捡取来送给公安 这种都是骗人的人 哪有这种人 对不对 他说我就会把他捡取来 问说是谁的 这种人就是读书读太多的人 真正的总统人看到有一张 他会假装没有看到 然后看看别人没有看到 是最要紧的 如果大家都看到 那就没有我的事了 我反正我拿不到 我讲真话 大家都觉得很可笑 因为我们不敢讲 我们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不敢承认自己 有那种很卑劣的观点 你为什么呢 你是玩人吗 你不是 我们有太多选择 都可能 这是正常的人 所以你看 我不太避讳 讲这个讲那个 我不太避讳 有人说你怎么 这种话也可以讲 哪种话不能讲 我心里很震荡的时候 我什么话都可以讲 你不敢讲就是你心里头 有恐惧 凡是一个人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不重视钱财 你知道他是最小气的人 十拿九文 我看到一张美金 我是标准中国人 我一定装都没看到 然后看看 大家都看到 那就没有事了 如果大家都没看到 我也不会宣扬 我不会 我会慢慢走过去 然后用脚 把它踩在脚底底下 这最安全 第一个别人拿不到 第二个不会去打草金蛇 第三个 我可以有时间想 我要怎么办 如果我现在很急的 要这一百块 我不是偷 也不是抢 我先借用一下 抢来再还 终于有太多的选择 这样才叫做天能交战 我们可以有选择 但是最后的决定 这是你的关键 所以平常为什么要有价值观 要有人生观 要宇宙观 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你怎么选择你的决定 最后你不顾一切 把它交给警察 交给公安 那是你人格的表现 但是你不能认为说 我这就是做好事 到处宣言 就希望人家的表演 那又错了 我已经说清楚了 差一点都是不对的 要拿捏到 撬到好处 那是高度的困难 本常常躲在想象的 向遥塔里面 我们往往用 虚拟的来代替实际的 尤其今天电脑世界 我们更可怕 更可怕 我们今天真实的 跟虚拟的 几乎越来越分不清楚 但是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电脑越发达的时候 你去体会到 易经的道理 那越真实 我只是提供这样的 参考意见 你把电脑跟易经 把它配合起来 你会觉得 它完全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说得很清楚 你要明白你的情绪 你才有办法合理地处理它 所以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呢 保持冷静 不要冲动 我们经常是冲动 所谓冲动就是不经过大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回复 我们原来的建议 就是当刺激过来的时候 你要先冷静一下 去想想外面是什么 内面是什么 你中间是什么 把它综合起来 你做一个判断 你才发出你的反应 应该是很正确的 你不会后悔 我希望各位了解 推脱拉的目的 只有在这里 推脱拉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很冷静地思考 然后再做出反应 这样才叫做推脱拉 一般人他是不知道 为什么推脱拉 就盲目地推脱拉 那是非常可恶的 推脱拉就是争取 很短暂的时间 把外界的状况 跟内在的情形 再加上你中间的态度跟思考 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做出合理的选择 一个人不推不脱不拉 就是立即反应 就是立即反应 人家给你东西 要或者不要 就是目中无人 人家给你东西 你推一下拖一下 慢慢在想要不要 你就是合理的 这样各位才能了解 西方人 你送他东西 他要就收 不要他就拒绝 中国人不会 中国人你送他东西 他都说不要 客气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 用不着这样 好了 他摆在哪里好了 最后还是摆在哪里 摆在哪里 他也没有决定要还是不要 他都没有决定 因为搞清楚才来决定 你那么急干什么 所以我们不了解中国人 认为中国人很虚伪 他不是虚伪 他是在这个推脱 层当中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情绪反应 这样就对 另外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就是他情绪太冲动 他太立即反应 他太主观判断 都是对自己不利 当一个部署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马上抓他 马上骂他是没有效的 你冷静一下 让他也冷静一下 他自己会来找你 你先听他的理由 然后再访问他 你这样的处理 他都比较容易接受 他把一个东西打破了 你不要理他 他会打破你 我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我问他 你打算怎么做 合理合理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 好